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去看了咱们认识了一下正德表达式 对吧 正德表达式就是由一系列特殊字符组成的一个字符串 对吧 但是这个字符串 它是有一定规则的 对吧 那它需要像编程一样去编写这个字符串 才能编出一个模式 来匹配一系列的字符 是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字符串 咱们单独拿出来的就是字符串 必须放到某些函数里边 才能起到作用 这是上节课咱们介绍的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就看一下 编写正德表达式这个字符串 这个模式 这个语法都需要由哪几部分组成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正德表达式 一个正德表达式就是一个特殊字符 需要由这四部分组成 定阶符 原子 原字符和模式修正符 那这些呢 在咱们后边的课程中都会一一去介绍 对吧 首先呢 我们来先写一个模式 这个是上节课的例子 我们就去掉 好吧 我们随便写一个字符串 里边可以有一系列的数字 就是一系列的字符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边我有一个 比如说三 有个五 有个七 看到了吗 是不是有几个数字而已啊 我现在想把数字找出来 想把数字找出来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还想找七七七七连在一起的 都把它找出来 多个都找出来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写正德表达式 一个模式 R1G 这样的 它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所以呢 正德表达式这个字符串 可以用单眼号 也可以用双眼号 但是别忘了 单眼号双眼号之间的区别 听什么 那 有的时候他特别注意 比如说在双眼号里边 如果你匹匹刀的符 就算转印有的时候 也匹不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用单眼号 看到了吧 所以呢 当正德表达式呢 单眼号双眼号都可以的 但是有一些细节的时候 能需要注意 对吧 那首先呢 写一个正德表达式 第一个需要的语法 就是什么 定界符号 什么定界符号呢 就是两条 就是两条 把它放在一个定界符号 一里的 这才叫正德表达式 听懂吧 而不是说 这个双眼号就是正德 就是那个定界符 双眼号不是 是只是标记的是字符串的 而在字符串里边 用特色字符做定界符 那我都说了 那定界符号 定界符号就是这个两个正邪杠吗 所有的符号 大部分符号都可以 书线都可以 可以 大符号可不可以 也都可以做定界符 只不过咱常用的就是什么 这个 两个正邪杠 知道吗 其他符号也都可以做定界符 记住这一点 知道吗 那咱既然说 所有人都有这个 那咱干嘛不用这个 必须想一些其他的 奇怪的符号去做定界符呢 没那必要 咱们也用这个 但是如果你看别人的正德表达式 他这么写大符号 你别觉得奇怪 知道吗 是允许的 那我们这里边就是这个 所以知道什么是定界符了 知道 我在下面写主持了 第一个定界符号 对不对 多种都可以 对不对 常用为两个形线 做定界符号 对不对 在定界符号里边 写两个东西 语法 咱们先认识名词 一个是什么 原子 原子 那学化学的时候 咱们都知道 什么是原子 对不对 就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的单位 对吧 那原子又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要找个字符 知道吗 任意字符都可以 所有的字符都可以 这个原子 咱们后边是重点的 去用单独记者课堂去设计 比较对吧 就是一个特殊字符 比如说 就是一个字符 比如说我想匹配三 那三就是一个字符串中的一个原子 对吧 匹配777 那777就是一个原子 就是什么 匹配字符 A就是一个原子 明白这意思 如果是特殊字符的原子的话 比如说 假如还是这个话 我就想匹配斜线 那它是不是跟地面不冲突了 反型转移一下 它也是原子 所有的特殊字符 转移之后就变成普通原子了 听得吧 所以这里边 比如说我想匹配 还可以代表一系列的 比如说协张地 是匹配所有数字 那你看这里边 7还有3 还有5 是不是就数字对吧 那比如说这块有5个7 对不对 那我这块可以用大括号5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原子符 原子符 原子就是什么 最小的一个匹配单位 对 最小的一个匹配单位 就是什么 就是原子 后边会重点 你讲先不理解 没关系 你要知道 我们原子是放在哪 对 这块要放在定 件 什么 符中 也就放在两个斜线中 你要是放在两个斜线中了 对不对 然后记住一句话 在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中 什么 至少 什么要有一个原子 就必须有的就是至少一个多了无所谓对不对 你看 只要说鞋上帝代表所有数字是个代表原子 对不对 至少是不是有一个 我写个字符7 是不是原子 至少有一个 对吧 可以没有原子符 但是不能没有原子 也就是一个这样的表达式中必须得有的一个是原子 就是匹配某一个符号 至少有一个 那原子符是干嘛的呢 原子符不能单独使用 基本上不是单独使用的 使用的 不是单独使用的 那干嘛呢 是用来 怎么的 来什么 扩展原子 什么功能的 什么叫扩展原子功能呢 比如说 我这个写个7 对吧 这是原子 对不对 后边有大块写个5 什么意思呢 告诉我们这个7必须出现5次 多一次不行 少一次不行 对吧 原子说明我要匹配7 而后边的大块5 就说明了这个7 有5个 明白你的意思吧 是不是它用来修饰原子的 对吧 应该是修饰原子的 修饰原子 用来为原子做功能扩展和限定的 和限定功能的 那如果你一个模式式中 一个正常表达式中 如果只有原子的话 那么就是 跟匹配粽串那个插手是一样的 就找固定 对不对 但是有个原子符 你想这个原子出现几次 对不对 或者是在什么位置出现 是不是都可以用原子符来代替 来处理 对不对 所以它是用来对它功能进行说明的 对吧 然后这个也要写在什么 原子符也要写在 要写在哪 记住原子符要写在 对 定 借 符号 中 跟什么一样 跟我们原子 是一样 得写在一个位置 对不对 因为它用来修饰原子的 肯定写在里边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语法什么 就是四个文组成 还有叫模式修正符 模式 修正符号 那个模式修正符号 那模式修正符号是干嘛的呢 是干嘛的 对 就是用来修正用的 对 修正 像妹子说了 对 什么 模式 也就是模式指的 咱们就说的什么 正符 对不对 也对正符 什么 进行修正用的 那什么叫修正用呢 比如说 我后边加一个i 那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加i的话 假如说匹配a 连续五个的匹配对不对 对吧 如果不加i的话 那原子是a 那我就能只能匹配 小写的a 对 如果我对它修正一下 加个i 怎么的 就要呢 匹配a的时候 就不去文大游戏 是不是也是对功能进行扩展的 进行修正啊 对吧 那原字符是对某个原子 进行扩充功能修正的 对不对 原字符是这样的 对吧 功能限定的 而模式修正符 是对整个表达式进行修正的 没有这意思吧 那既然对整个表达式进行修正的 所以呢 模式修正符要写在 写在 对 订阅符号 是什么 外面 也就是写在 右边 当然不同语言的话 这是不一样的 比如加乎四块的 订阅符也是这么多 就是吧 但是就是模式修正符也是这么多 但是模式修正符呢 没有这个公共权 公共公 对吧 P2P的模式修正符还是很多的 这个后边咱们都会重点的去处理 那这几部分就组成了什么 我们的模式修正符号 就什么 那他说 模式修正符号就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字符串啊 对吧 那这个字符串要怎么才能使用啊 放到函数中才能使用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这节课只是来说明一下 它的语法由这四个组成的 那么下节课咱们就写一个函数 来处理这个正符表达式 来看它的功能 好吧 然后咱们再分别介绍原子 原字符和模式修正符 还有定点符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咱们就先暂时 介绍到这里 再一个咱们继续介绍 正符表达式 好 再见 谢谢大家 '